哈囉,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品牌吧 說到品牌的話 我想大家一點都不會陌生啊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方方面面 衣食住行 都有品牌啊 然後其實我 應該來說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認識到品牌的重要性 但是光是認識到好像沒有什麼作用啊 因為你知道它重要 但是你不知道它能夠活多久啊 就比如說 可口可樂吧 可口可樂 應該來說 是目前在全世界 範圍裡面最值錢的品牌了 我印象當中 它應該是第一名啦 那問題是第二名是誰 我都不知道 那問題是在可口可樂誕生之初 又有哪一個人 能夠認識到這個品牌 能夠存活百年以上 並且 並且無形價值 達到全球第一呢 就算知道這個品牌很好 但是 它也沒有辦法 那 預知它到底能夠活多久 然後 還有 在我小時候 一般來說 那應該是沒有任何 國產電視機的品牌 能夠站得住腳吧 當然 這是以我所處的城市 廈門為例啦 可能在一些 偏遠的地方 那 國產的電視機 還是有點銷路的 那在廈門這個城市 我印象當中 在我小時候 有電視機的時候 應該是沒有看到 國產品牌啊 那時候 應該是幾大品牌呢 應該是 Sony 然後一個 Shop 然後一個 東芝 還有Panasonic 好像 差不多 就這四個吧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是日本的品牌啊 在我印象當中 好像還真沒有 三星 三星但是 應該來說 是 對比索尼啊 Panasonic啊 三星應該是屬於晚輩了 那 什麼 美國品牌 美國品牌好像沒有吧 但是 幾十年過去啦 那個 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啊 這個Sony啊 這些 松下啊 這些品牌 已經 市場 憤熱已經萎縮到 相當可憐的地步了吧 然後 都是被 國產的 一大堆的品牌 佔據的 什麼 藏鴻啊 康家 TCL 然後 不僅僅是 電視這一個領域啊 在 汽車這個領域的話 國產的 國產的 應該來說 也是 湧現出了 很多 非常 強勁的品牌 啊 電視汽車 相對比較大件 就連服裝啊 好像 前一段時間有看到新聞說 耐克跟 阿迪的 市場 份額也 下降的 非常厲害 最直觀的 就是 我 所處的 廈門最繁華的 中山路 那 應該有一個 耐克店 倒閉了 有一個 阿迪店 也 倒閉了 然後 取代 他們的 好像還 還不是服裝品牌 但是 基本上 也是在中山路吧 現在 在中山路上 一個是 我指的是 門店最大的 喔 他那個門店 甚至 超過耐克 跟阿迪的 門店的面積啊 一個是 李寧 一個是 安踏 其實說到 李寧跟安踏的話 真的 李寧也是 起了個大早 趕了個晚期的典型啊 在有李寧的時候 應該 根本就沒有安踏 但是現在 我想 如果有一個 市場份額的話 我想 安踏的份額 應該超過李寧了 嗯 不管怎麼說 李寧 還算是 受死的駱駝比馬大吧 不知道 什麼時候 李寧悄悄的 價位 已經佔上了五六百 在之前的話 我 腦子裡面的 李寧的印象 絕對不會超過兩百塊 但是 現在到 李寧的旗艦店去看一下 我估計 過千的鞋子 可能也 已經出現了 但是相對來說 還是比較少數吧 那五六百的話 已經算是一個主流價位了 啊 但是 還是 回到剛才那個老話 確實我們現在 國產 湧現出了 非常多的品牌 但是 我還是 沒有那個 慧眼 啊 知道 他們誰 能夠 笑到最後 再以汽車來說的話 我最看好的就是吉利跟比亞迪吧 啊 兩個 再選一個的話 我更看好吉利吧 啊 我感覺吉利的底運 還是會比比亞迪深厚一些吧 可惜的是 好像 吉利應該是沒有在A股上市 好像是有在港股上市 那目前 國內 想要 操作港股 還是 稍微有點難度吧 那 這個 給大家 提供一個參考吧 那今天 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